好来看到吉安湘有11个文化健康站关怀据点 有许多长者和独居老人 吉安湘名代表于振华在台湾媒体公关公益协会聊天当中 吉安湘需要百米来关怀来照顾在地的长者 台湾媒体关怀公益协会装顺发同时也邀请了媒体的同事 台湾维生食品公司和全幕创意娱乐公司 共同捐赠了1000斤白米和盐 让长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在寒冬之际有吉安湘名代表于振华和台湾媒体人关怀公益协会装顺发 台湾维生食品股份预约公司 全幕创意娱乐公司共同发起捐赠1000斤的米和盐 给吉安湘境内11个文化健康站和关怀据点 30号来到吉安湘 吉安湘名代表于振华则是相当的感谢 发现了其实白米是我们在部落最缺乏的 那因为吉安湘有11个文件站 包括德罗古阿密斯跟其他的这个关怀据点 其实在米粮的缺乏是我们在吉安湘最欠缺的 那过去现在公所跟其他单位的确有益住 但是始终我们的老的人口还是比较多 所以物质的缺乏还是不够 谢谢他们在短时间之内听到吉安的需求 他们来到吉安湘看看大家来给予关怀 所以这个叫做身体力行 让媒体的工作让他们的看见能够发挥在台湾各个角落 今天他们这么做 郑华表示非常的谢谢他们 而台湾媒体人关怀公益协会理事长 专说他表示要求同事们的爱心 让爱上播到吉安湘里 那基本上其实媒体人本来就肩负了社会公益的责任 那我本身在媒体的工作上面 其实看到很多弱势团体需要帮助 那这一次刚好跟这个华林吉安湘的余代表 在聊天过程当中有谈到说 吉安湘其实有11个文件站 他们急需要有一些物资的这样一个资源 那其实我们结合了很多这个台湾媒体的工作者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募集了大约1000公斤的白米 还有大概有400多包的这个盐巴 希望透过这些物资 在这个要过年之前来给我们文件站的一些独居的老人家 或是弱势给他们一点点温暖 那我们希望我们透过我们尽一点小小的心力来抛砖引运 希望更多更有能力的人都可以来关怀我们这个社会 包括吉安湘里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发 吉安湘里代表余政华 吉安湘里代表属于政华 吉安湘里代表属于住民事务所所长张青莲 11位文化健康山的负责人人 台湾媒体人关怀公益协会权力同乐门 在年节之前送爱心到吉安湘 记得吉安湘里代表属于住民事务所长的报道